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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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啊 謝謝你親自指派我們來陪你執行這個任務 這說明一件事 說明心裡有我 這事跟我沒關係 這首長自己定了 我說你這個人真的是很沒勁啊 有什麼不可承認的呢 對不對 大家都是革命戰士 對不對 我沒有 你就是啊 有沒有 騙車 站住 我是為了保護我嫂子 你再碰一個試試 我是為了保護 我不碰我不碰 幹嗎去 你等我 幹嗎 幹嗎 你真生氣了 不是 你幹嗎去啊 你跟著我幹嗎啊 回去啊 上車去 你嫂子幹嗎去 我看吧 嫂子八成是有內疾 那幾 內疾 內疾 內疾你們看什麼呀 全體都有 向後追 報頭對下 對 對 坐好了 你給我閉上 是是是是 沒事了 幹嗎呢 我們 那什麼曬太陽 曬太陽 在那兒 曬太陽呢 拉我一個 對對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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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門關上 來 快快快 東東快 小心 手 手 快 馬龍和苗青的故事 早已在軍中傳為佳話 在調去東野狄公部之前 苗青在十七師的師部 好多人追他 馬龍追得最凶 他曾經提出單挑 用鄙視單兵作戰能力 來決定誰有資格 向苗青表白 這件事轟動了整個總隊 苗青急了 怕是不再搭理他 他也挨了批評 受了處分 但功夫不負有心人 苗青在眾多的人選中 唯獨挑了馬龍保護自己 進錦州 這無疑答應了 與他交往 馬龍沉浸在喜悅中 認為是自己的水魔功夫 終於有了成效 渾然不知 陰險毒辣的林舞陽 經過處心機率的分析 已經發現了他們的行動 費盡心機 設下了重重陷阱 怎樣 快雲了 快雲了 这是到哪儿了 太太 咱们已经到刘吉了 再往前走就是大灵河了 离锦州不远 你看这家饭庄还不错吧 兄弟们也累了半天了 要不然咱们在这儿歇歇脚吧 行吧 将就一下吧 不过这人挺杂的 小心啊 别丢了车上的细缆 您放心 丢了我也不能丢了您的细缆啊 您就放心 进去吃饭 我给您看仔细了啊 好好看 哥几个 把太太请听 太太请 你干吗呢 我吃饭了 我给小香吃上 我要吃 烧花牙 烧厨鸡 烧紫鹅 卤猪卤鸭 酱鸡辣肉 酸块小肚 亮肉香肠 我也练过吧 这些肚挺好吃的啊 好吃 好吃 留下来 站岗 这么多好吃 赶紧点点呗 怎么点啊 这都没价钱 这 这得多少钱啊 这 这看着就挺贵的 猪肉炖粉条 小鸡炖蘑菇 还有红烧野猪肉 八熊肠 八熊肠什么呀 那得多少钱呢 不是 你少点几个呗 就别点多了呗 怎么少点呢 咱们都这样 装得挺像样的进来了 少点也不合适啊 那没办法 那只能点多了 什么也点 超急吧 能不急吗 一会怎么出去 不是跟你说了吗 只要有我在 你放心 我保证你 全须全已得出去 而且还没人敢对你说三都四 好 小二 来呀 走 长官 您二位吃点什么 你们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菜啊 你给我说几个吧 您别看咱这儿店小 可正经的有几个拿手好菜 有事吗 您看红烧鲤鱼 葱宝腰花 酱香肘子 还有爆炒鸭舌 行行行 打住什么呀 你这什么菜啊 什么鲤鱼 什么肘子 我们太太长成这样 是吃肘子的吗 你给我说几个好的 好好好 咱还有爬海参 好 这个好 爬海参呢 爬海参有没有那个黑磁参 什么黑参呢 长官 现在兵荒马乱的 这这黑参实在是不好吃 黑参都没有 你们开什么店啊 我都不想说了 你们还有什么好的 贵点的啊 好吃的 你这黑参好的说说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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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墨绿 德墨 绿植了说 德墨绿炖炖火鱼 什么什么鱼炖的 正宗的马哈鱼 对 这个好 这个好 快快快 去 来一条 好好好 你回来回来回来 烧花呀 烧猪鸡 烧紫呀 烏猪鸣呀 烏猪鸣呀 姜姜 上次我们吃的那马哈鱼是 是多长多大 是三尺 是不是三尺 三尺都有吗 是是是 展官 咱们这儿是小店 没有 没有 是吧 连个三尺的马哈鱼都没有 你们还开店好意思吗 还摆您老店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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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个 我 我们这个太太今天 周车劳顿 也辛苦啊 也好像不太舒服似的 嗯 要不就来点白粥 来点咸菜吧 这有吧 有有有 这个有 再这个没有我就拆店了 有有有 这个有 您说 那个 咸菜里边给我放点小木香油 好好好 你等会儿那个 香油呢 你就别你们滴了 这个滴多了 这个我们太太吃得厚着慌 你说滴少了又没味儿 你整瓶都拿过来 我来滴 好 好的好的 对不住 对不住长官 您看 您还有底下的兄弟们 都吃点什么 我就把我这茬给忘了 我下边的兄弟 你给他们一人来两块烙饼 然后再来个沐叙肉 好 我呢 你给我来个炒饼 我试试你们这儿的厨师的手艺 您稍等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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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就有真有的招物 您不相信我 你吓死我了 什么 你要暂停计划 孙团长 你怎么可以这么儿戏 对不起 情况真的有变化 没有完全的把握 我不能让我一团兄弟的性命在这儿开玩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梅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人 是谁 是军统特务 不好说 这艘子人曾经有过军统的背景 在这种特殊的时刻 我必须搞清楚这个人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到了荆州 他的真实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请你跟我说实话 也许我可以帮你鉴别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也许是我多虑了 为这儿只是一个巧合 林武阳的到来 是孙云龙的心中忧虑疑惑 对其的计划不再那么坚定 共产党人立即察觉到了孙云龙的变化 但是 谁也没有料到 孙云龙的犹豫 竟然使得林武阳有机会发现了这一切 最终将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而林武阳将会亲手导演 这一幕残绝人寰的悲剧 你为什么不想起来 你现在迟了 你不负荡癌 你不负荡癌 只要不负荡癌 好 当然 我要更负荡癌 云龙不在团步 难怪呢 我说刚才在街上 怎么好像看见他的车了 那副驾驶上 好像还坐着一个 年轻漂亮的女子 你就瞎说吧 二哥 云龙才不是这种人呢 这个 是我送给云龙的 什么呀 你自己打开看一看 这是什么 是个谷物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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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直接交给云龙看吧 这是个将军义 是明朝的 那应该很贵吧 哥 过去那可是添价了 这古董的物价都已经趴在地上了 要不然我也买不起 哥 你也真是的 你跟我们还玩这个 讨个彩客 这个是给你的 我也有份 哇 好漂亮啊 还有这个 这个不值什么钱 但是我觉得养得还行 你看啊 这上面写着长命百岁 还有一只小金柱 是给我外扔的 你要把我的外扔 养得白白胖胖的 跟个小飞猪一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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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票 谁要走 我 我 我 对啊 云龙说要打仗了 我在这儿他不放心 让我回关你老家先躲一躲呗 这不是瞎闹吗 知道我为什么 送云龙这个将军阴吗 不出意外的话 他马上就要当上 赞三十二十的少将师长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光管我怎么知道 这事千真万确 你不懂这部队里的事 越是在提拔的关键时候 越不能出乱子 一定要谨小慎微的 你说你现在要离开 锦州非北平的话 你还跟他少乐 这不是 这不是添乱吗 不是 二哥 你 你这话我没有听懂 我这么跟你说吧 前几天 韦座在北平召开了 东北 华北 娇总的联席会议 在会议上 他当着范汉杰的面 那是发了很大的火 大战在即 锦州的这些守军 高级将领竟然将自己的家眷 一个个地往关内送 这种事一旦蔓延下来 势必会影响军中的士气 那范汉杰为了平息伪坐地怒火 他当面就表了太太 回来一定要严查此事 而且还将自己的太太 从北平送到了锦州 人家回来了 你走了 这些尚风会怎么看待孙云龙 哥 我突然有点害怕 害怕什么 你说 锦州真的守得住吗 是不是云龙跟你说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都是我自己乱想的 哥 其实 我什么都不懂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什么都相信你 妹妹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也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毕竟留在锦州 是有危险的 且不说别的 你现在还还了孩子 对吗 但是你又想过吗 现在是关键时刻 你要相信云龙 你可不能扯他的后腿呀 他是国军主力部队 你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 如果锦州一旦失少了 东北就没了 接下来就是华北 然后就是整个中国 到那个时候 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你能躲到哪儿去呢 这要是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不担心了 我一个孤儿寡母的 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可是我得想把他们怎么样 哥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的生命安全 我只是舍不得这个孩子 我只是舍不得这个孩子 我一 我一真有个什么善事 别说那些丧气话 人们 你听我跟你讲 如果你让这个孩子 生在共产党的天下里面 那你就更对不起他了 再说了我告诉你 我们国军的部队 全都是精良的 兵强马装不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那么高兴 是 有 为你高兴吧 我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大家前夕能够撤回后方 这还不值得高兴了 相信吧 我更愿意像你一样 在战场上厮杀 行 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行 因为你是二哥呀 一路一路一路 是一路一路一路 什么 ACL 实在是一路心 一路一路 三路二路 别把他在这儿 我还能想到olution 一路一路一路 我先走了 师哥 来 带着 不是这只灰门送给你 对我才不合适 带着 带着 反正你不是也说过 喜欢这个款式吗 这灰门就不能送给你啊 留下做个纪念 我先走了 用书品啊 好 我在沈阳摆好青红宴 等着你开车 好 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我就是在想啊 这东北的小烧喝多了 原来缠咱们家乡的老牌杆 这个简单 我帮你准备 到时候咱们俩一醉放休 行 走了 我走 抓午后会员 那行 走了 快坐 宋节快坐 往上 快坐 小心 一眼 快坐 我们 快坐 不是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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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不走了 对啊 不是 为什么 我觉得二哥说得对 现在是你 圣洁将军的关键时刻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拖你后腿 所以我不走了 我要在锦州陪着你 什么生气 哪有这回事 二哥说的 他不会骗我们的 你怎么什么都听你二哥的 你跟我说说 他还跟你说什么 二哥还说 锦州宝贝战 攸关党国的生死存亡 为了打赢这场重要的战役 范汉杰 都把他夫人从北平接到锦州来了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慧文 你听我说 这范夫人 那是民族英雄林泽区的敌心作用 这人家做事 有不同于常人的大气过 你知道吗 咱们学不来的你知道吗 云龙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 但是为了你 我愿意这么做 你就让我学一下吧 跟这先一步 你也不想说 我愿意这么做 你自己新人 你又有什么 对 你也不想说 你要说 你推药 了 你 没有 你 你 云龙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啊 那你发誓 我发誓 我孙云龙要是有什么坏的事 瞒着你 我就死在你的枪下 云龙 你听我说 这件事我决定了 我要听二哥的 不是 我就奇怪了 你怎么能被他洗脑洗成这个样呢 我愿意 我要看着你打胜仗 我也是 我只会 我只会 你会不会 我只会 我只会 你会不会 对不起 先生 就是他 他是谁 锦州警卫司令部机要事 尚伟天媒 根据各地汇总来的监听跟踪记录 我进行了反复的核查 我敢肯定 他就是共产党的内奸 而且在他的手下 很有可能有一个秘密的情报组织 徐先生 更让我兴奋的是 在他们的联络地点发现了这个 百合花 对 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 徐先生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南京总部 给我们发过了一份情字 那里面反复地提到了一个 特殊的代号 死尸 对 就是死尸 我查阅过相关的卷宗 里面有一个细节 说死尸到过的案发现场 曾经发现过百合花报 那这就让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这个田媒的组织 会不会就是死尸呢 如果他们是死尸的话 他们就是锦州 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最高情报小组 那我们顺头木瓜 有可能就找到特使 你有证据 这个还没有 只是直觉 我一下认为 你的直觉很准 好 太太 有什么需要的 请问 你这里修欧米利家挂表吗 对不起 是欧米利家吧 不是 是欧米利家 那种挂表好久不见了 是我父亲用过的 我想修好了 给他一个惊喜 不知你这挂表是哪个年代的 西历1933年 是苗清同志吧 我是 您是老邱同志 路上 您遇到什么麻烦吗 没有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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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胡 我们已经实时抓捕了 带着他们 不许一个人漏啊 好 别动 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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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ır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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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火球 江苏 这趟郡州见得太顺利了 要不要再趁机办点私话 怎么着 又想穿着我犯错误了 我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是啊 既然都来了不能白来呀 骂草打兔子 把这个招待到招待 在城内的军事部署 摸清一下 反正迟早用得上 对啊 就怕苗清同志不同意啊 他这人哪儿都好 可就一点 太谨慎了 你想啊 咱们这次京城 他逼着给我们 做了多少条方案 可结果呢 一条都没用上 我说 这跟你有关系吗 人家干这行的也不容易 光天化二日之下 你在敌人眼皮几点转来转去 能不警惕吗 别说一条方案 两条方案 一百条方案你得给我执行 不是 我 哪那么废话 不如上战场来得痛快 坏了 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 他左耳都是红的 只要左耳都一红 肯定有事 快 快 你们跟我走 跟我走 快 你们去那边 快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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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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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 不许立迹 不许立迹 得了 无论 äch拾 不许立迹 不许立迹 即使 可不许立迹 糟蹋 没许立迹 下 elementary 肯定 不许立迹 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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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